馬曜逼後來到大溪的聯絡出現票 主人熱情迎接 馬曜道歉 也表達感謝 說到這次敗選 應該歸咎於自己不夠努力 儘管選舉結果失利 但在競選聯絡處裡 沒有敗選的失落氣氛 反倒是族人的支持與鼓勵 對馬曜更有信心 我們很高興 因為他有四千多票 對啊 因為你說沒有政黨包袱 他也沒有參政過 我們差人動影太慢 這個我們必須要檢討 全部都要改掉 把那些傳統的那個方式 重新再來行為下一任來準備 此外這次競選主張 主打年輕人要改變 無論是政見以及改變土地的態度 都激起了青年族人 對於原住民事務的關心 特地回鄉投票的都會族人表示 對政治不再冷漠 接下來也會持續監督當選者的作為 看這些比較資深的立委 有沒有聽到馬曜最近選舉在講的一些政見 如果他們有聽到的話 希望是他們朝著馬曜的看待土地方式 還有一些過去他們老派的做法做改變 支持族人校說 馬曜連票倉都不知道在哪裡 就敢挑戰艱困的立委選舉 激起四五五三個火花 代表馬曜主張的要改變效應 已經開啟 記者告入民工 桃園大溪採訪報導